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周星哲 你們的學長 學長周星哲合體學妹禮目 要來送早餐給粉絲們 兩人搭檔演出電影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引起話題 周星哲更成為國民學長 我有收到就是滿多人說 好像演得還不錯 你要說你很帥是不是 很開心 然後好像也滿多人 開始叫我學長 還滿可愛這個綽號 所以會聽到有人 一路上喊學長 你會整個 我可能會先回頭 欸 是誰 我一個人走 那最近有沒有看IG 看到粉絲已經去一些 拍片的拍照景點打卡之類的 我有看到 有 我像是鐵道 對 粉絲們滿厲害的 就是滿會找到我們拍攝的景點 對 像維新家 然後或者是我們告白的 早餐店 對 美琪早餐店 然後還有鐵道 都是滿多 就是有人會去打卡 然後Tag我們 那有情侶在那邊 就是重現你們的 那個接吻的那個畫面 這我倒還沒看到 但如果想要去那場景 那個接吻一定要非常小心 可以讓火車先完全經過 再去吻 就像我們電影第一 對 沒錯 交通安全第一 我們拍了滿多個Tag 有很多可以是一進到底 所以我們等了三班火車 就真的是從這樣 這樣經過然後起來 要算得很精準 對 根本不是給你的 這樣對嗎 我這樣不可以這樣 但為什麼要這麼好吃 電影票房突破四千萬 穩座賀歲黨冠軍 為了邁向破衣目標 也再度祭出福利 其實一直有在想說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面 有吉他社 然後也有很多音樂 然後周星哲也創作了 很多好聽的 不管是配樂還是主題曲 然後我們有希望 其實可以辦一個小的見面會 然後唱歌給大家聽 或者是有更多見面的活動 這個是我們破衣的打算 所以大家再幫忙衝一跳 對 我還是五千萬 先泳褲穿天大家 五千萬泳褲 最近泳褲 泳褲應該是要更後面吧 你放心啦 學長應該是真的很喜歡你 那就 拜拜 不止見面會 還想看學長穿泳褲 現身的話 這個票房 真的要繼續給他 撐下去 完全樂 今晚如楊佳穩 採訪報導 不然就想跟他一樣嗎 我不知道 但我不想跟你一樣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首創電視與新媒體 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 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 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 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 多照顧月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 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 對我的照顧 最即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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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與藝人 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